好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非常好玩的环节 有什么好玩 大家都知道 上星期我在宋城县 调有天 李敏浩之间 选择了我的浩浩 可是自从上星期大卡秀播出 我们往刘欢的视频流出以后 好快乐 浩浩竟然要跟我分手 这是为什么 凭什么 还好 节目组制作人洪涛老师跟我说 现在不流行什么高富帅了 最近都流行身怀绝技的外星人 独教授斯密达 我决定去试一下 因为他们跟我说 外星人都喜欢像我这样的地球女 你就是火刀爆的独教授斯密达 是洪涛老师叫你来追求我的吧 没错 就是我 我就是贾大林 李敏浩的前女友 没关系 我跟李敏浩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她是不会在乎的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 死鬼 其实像你这样的人我遇多了 也不是一个两个 先是装酷 然后再假装讨好我 是不是 赌民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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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师说你要来追求我的 是邻居啊 既然是邻居的话 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你要追我吗 不要说得那么直接嘛 什么叫做追求 你跟我之间应该叫做缘分 我要安密晚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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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对付外星人 我得用绝招了 女士 走 赌民军心 我身上有一种化学物质 叫做CAMI 每个男人见到我 都会无法自拔 宋承宪 一面 朴友天 李敏昊 一见到我 可着劲地追求我 腐蚀我 我都不同意 总之一句话 我就是魅力的化身 你放弃治疗了 你才放弃治疗呢 敢不敢跟我玩一个 叫十五秒的游戏 我有一个外号叫做 十五秒妖姬 妖姬 只要你给我十五秒的时间 我就可以让你爱上我 并且 请我 不许我们来试试 开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鬼 还没有到十五秒 你就把人家给亲了 那我人家小心脏 不懂不懂得跳 可是我觉得我们俩发展的 实在是太快了 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呀 说呀 成尊 说中文 大龄 你猜是大龄呢 加大龄 死鬼死鬼死鬼 谁说跟外星人谈恋爱 有什么好玩的 我觉得挺好玩的 茶拿黑哟